大家都想讓自己的影片獲得更多的觀看量 今天這支影片我就介紹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用到的是2Body裡面的隱藏功能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個功能 但是這個方法真的很好用 能夠了解這簡單方法是什麼 請去網上看這支影片 哈囉大家好歡迎換我朋友我是Grayson 想投給YouTube頻道 只往上倒是一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算是沒費的 記得把房間小檔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了 那在底下瞄出來也能夠找到很多精妙器用工具 這個功能是2Body App上面的工具 我會把下載的連結放到底下評論區還要描述欄 每一次我發布影片之後 都會用到這個功能 幫助我的影片獲得更多觀看量 先我打開了2Body App 這裡就會展示給你你最近發布的影片 他們的一些信息 我可以選擇其中一部影片 這裡就會首先展示 如果你想要提高影片的收入排名 提高影片的SEO 你需要做出那些設置 但今天我們不使用這個功能 我們使用第三個功能 叫Promo Materials 這可以複製很多影片的信息 我選擇的就是複製影片鏈接 並且下載影片的縮圖 像是複製好的影片鏈接 並且下載好的影片縮圖 我的每一部影片 都想從其他地方也獲得流量 像是在IG上面也有一定粉絲數 所以我會選擇在影片發布之後 也分享到IG上面 讓更多觀眾看到影片 先我打開了IG 然後點進我的頭像 然後選擇這加號 這裡就是我剛下載好的影片縮圖 然後我可以選擇右上角 第二個標誌 然後找到這個link 這裡可以複製我剛才複製好的鏈接 點這個paste 這就是我剛才影片的鏈接 然後我可以自定義這鏈接的文字 點這個選項 這裡可以輸入想要的文字 這裡我添加完之後 點進右上角完成 也能拿合適的位置 通常會再加一個手的標誌 還在點開那個選項 然後會輸入point 這裡就有手指向的標誌 我選擇這一個 然後我點進這裡 就會提示觀眾可以點進這個鏈接 這時候我就可以發布這個限制動態 告訴觀眾我有新影片上線 他們可以直接點進這個鏈接 去觀看我影片 這樣我的影片就能額外獲得很多觀看量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去提醒觀眾去觀看我新發布的影片 那就是youtube社群 因為有很多時候觀眾雖然訂閱我的頻道 但是沒有打開小人的提示 或者說我的新影片 並沒有出現在他們的youtube首頁上 那麼youtube社群就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去提醒觀眾我有新影片上線了 我可以打開我youtubeapp 然後點擊右上角我的頭像 然後選擇第一個我的頻道 然後我選擇社群 然後就可以開始編輯我的社群發文 在主要角有兩個標誌 其中右邊的標誌 就能夠讓我們上傳我們的圖片 這位選擇剛才我的說圖 然後我們可以附上一些文字 先我也附上了我的影片鏈接 我使用細人的說圖加上鏈接 就能讓更多觀眾去觀看這部影片 2Body這個功能 可以讓我們隨時隨地的去推廣我們影片 去幫助我們影片獲得更多觀看量 但2Body它的功能遠遠不止這些 如果你具體了解2Body的所有功能 例如說如果找到高速上的關鍵詞 提高影片的SEO 去提升影片收集排名 可以去抗制晶片 如果你覺得晶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你個贊 為了解更多關於YouTube內容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讓我們共同互動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欄 也能夠找到很多精英化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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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